为了推广特色能源和科学教育 由教育部宜花东区域推动中心 东华大学能源科技中心主办的 洁净能源科学营 在东华富小举办了两T次 各为期五天的营队 课程的内容涵盖有太阳能和地热等等 透过了实作 让孩子们从中了解到 洁净能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了推广特色能源与科学教育活动 教育部宜花东区域推动中心 东华大学能源科技中心 27日办理108学年度 暑假推广教育 捷径能源科学营 课程包含海洋能源 太阳能 水利能 生殖能源等 透过课程 以小组分组操作方式 来引发东华富小学生们的主动学习力 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 支持教育部的节能系统 整合于应用人才培育计划 的一个向下扎根的一个单元 那向下扎根的单元 我们主要是今年首次 跟我们的东华富小一起合作 那带领这个小朋友 从我们花莲 来了解说绿色能源 跟我们生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联性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实际的一个场刊 还有一些食物的这个结合 让同学 可以从这个游戏中 去学习到能源 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关联性 那我们就从小扎根 让我们这个东台湾这片土地 能够更绿更美好 30日的课程则带领小朋友实地操作 从热能去了解 史特林引擎的发明 引导小朋友认识捷径能源 今天我们操作的这个 实验的课程呢 主要是让小朋友可以认识 有关这个热力学的一些运作原理 那我们利用这个空气加热的这个东西呢 让整个就是我所谓的史特林引擎呢 它可以利用这个热空气膨胀的原理 让它产生一些就是活塞的运动 然后这些活塞运动呢 也可以让小朋友理解说 我怎么样我们空气的这些热膨胀 收缩啦 可以造成一些运动的一些工作 然后可以来作为所谓的 再生能源利用的一种选项 为什么会想要上台课程呢 因为我很想要更了解一些科学知识与节能知识 那你目前最希望上台课程呢 喜欢上一些DIY 因为手作然后做成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两梯次各围棋五天的营队 吸引来自全县国小四至六年级 五十多位同学报名 期盼透过充分的操作演练及问答思考 让学子们体会能源的重要 节能与节能的实施 从小了解环境永续 让绿色能源教育向下扎根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